去音乐 让生活充满音乐 大家好 我是韩慕博 聆听我的音乐故事就在月见大牌 首支个人单曲across 亲自作词作曲 给伯爵们带去力量 我觉得那我就写一首歌鼓励一下他们吧 人生虽然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但是还是起来的时候嘛 为across打歌尝试透视装 自封成熟男性的人设 透视装 透视装为我们服装师 我真的不知道 毕竟那么成熟男性了 透一透还好吧 更是意外惊现鹅团日常 秦子墨一脸懵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会唱吗 你不会唱 我知道 那我唱 你唱个cross就行 你的大伯亲情愿意问号脸 我都做完了 你现在拿一道具出来 用生命模仿大田哥笑到头掉 是这样的吧 炫酷狂拽五连拍 让你极度舒适 拽到现场爆灯 处处有梗 戳你笑屑 更多精彩内容就在本期 越剑大牌 Across the sky 刺破黑暗的阴霾 拥抱 不 拥抱那一片未来 大家好 我新歌叫Across 然后是我自己作次作曲的第一首单曲 希望能给人这种勇气 对这个意思 为什么你问的都两个月起步呢 咋不说二十年呢 两个月 因为一开始写的不是有歌 一开始写 我就写了一些情歌 或者是一些R&B的东西 但是最后觉得这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第一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不是很想把第一首歌唱成情歌 最后 原来就是 我生活中就有很多 比如说粉丝们会拿我这当树栋 会给我发很多私信 就好多人会说自己生活中的不开心 还有自己的苦恼困扰 觉得那我就写一首歌鼓励一下他们吧 我也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也结合了很多资讯的他们的一些内容 我看完之后的感受 最后总结出来这些 然后我最后录完音刚出来一个小样 还没有去缩混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才可以嘴里听 我说嘴里你帮我放一下这首歌 我要现场练一下 好听一首歌 好听一首歌 就这样子 听不至于不后悔 就是没那么严重啊 再好听一首歌不听也不至于后悔吧 我只是说听到了之后是我的幸运 如果恰好你还能喜欢这首歌 那是更大的荣幸 如果你听完之后不仅喜欢这首歌还喜欢我 那是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写的时候他就感觉他出一个慢慢的也好听 慢慢更 那纯唱嘛更容易让我去带入情感 就好好唱歌词 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去说双胞胎 就是其实这个第一个说这个应该是不对你说的 我突然意识到还可以这样比喻 尤其说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下这个定义 但他们已经把它定义成两个女儿了 可能是女儿看起来比较乖巧吧 我个人就听到双胞胎 好双胞胎 男的女的我还没有想到 这句歌词就是浓缩了吗 这首歌写啥东西啊 中学语文是怎么学的 这整篇文章通不下来 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 就是打破困境 然后拿出勇气 人生虽然是七起 但是还是起来的时候嘛 我觉得across the sky 其实就是一句名乃 我觉得它像是一句咒语一样 就是在负重前线的时候across the sky OK 是不是与薛老师是薛德仙的 不是是薛峰老师 他是作为我这首歌是制作人 另外感谢大舅师 因为这个大舅师 我觉得他真是有才华 他英语名感度很高 就帮我做这个编曲 其实我们两个晚上就做完了 很快 他是第一晚上先通的弹了一下 我就OK 这个钢琴的感觉不是好的 是不错 是我要的 那我们就两天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他帮助 我觉得这首漫版的出来的 也很好听 很多人喜欢 他觉得弦正线是很好的 他觉得比他 他说的是 比我预想中写的要好 他说听说你要写歌了 那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写歌 所以他觉得第一次写歌的人 可能都是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他会赶紧是不是 第一次上午才打自己的歌 其实没什么真实感 就做梦一样 其实也不紧张 就感觉这个像是我小时候 然后去想象周杰伦如果写这首歌 然后去打歌是什么样子的呢 然后今天变成我了 这种感觉就是装针就很穿越 就过来这劲的时候才开始激动 好兴奋 这是透视装 透视装问我们的服装师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服装师直接 唐老师 我给你两个那搭 你看一个是透了羽毛的 一个是纯透了丝绸的 要那个羽毛的 本来那个衣服 我是想把它完全扣着 唱完这首歌 但是在彩排的时候呢 每一次做那个 那个舞蹈动作很大 就会把那个两颗扣的都崩开 但是在舞台上呢 它只崩开一颗 就很尴尬 你说那崩开这一颗吧 你若有若无了 底下露了点沙 你还不如整个都给别人看呢 对不对 那个整个那个衣服气场也出来了 所以说就干脆 就自己就松开了解开了 对 我觉得还行吧 对 毕竟那么成熟男性了 透一透还好 对 那真的是第一个要说就是太感谢了 投入这么大的这个财力 精力 人力 去做这个事情 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肯定和支持 其实有点超出我的想象 所以说接下来我想继续写更好的东西给他们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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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越来越好 对不对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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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职业顺利 然后职业能红火 然后家庭和睦睦健康 就是这些来年每年都一样的愿望 动作计划的话 其实我希望2019年能够产出更多的作品 我希望能这样 两个流行装在一起 一名中碰撞处最特别激烈 so time so time 怪异法是透明 自曾相识的感觉 熟悉的感觉 在之前的节目里都穿过一次了 所以说 挺好玩的 算是重温记忆了吧 嗯 最后一次评论的鞋子很好唱 哎呦 我看一看啊 最后一次评论的 你们认识的是李子的 李子发了一条朋友圈 他说我是觉醒 然后他发了一个这个照片 他爱他我们 我说不 你可没有我们帅 董言蕾啊 你这个心机包围 你是不是知道我要来这个 八百年没说过话 发个朋友圈爱他我 哎呦我真的是 相互狂大产五连拍 然后或者是卖毛五连拍 那是什么 一定要这么齐端嘛 你们的世界 除了萌就是要狂嘛 哎呦 那第一个吧 狂转 狂 你什么 都不不不 图面 我给你拍摄的 找谁 都在公司 喂 你来一下我这个拍摄厅吧 你没化妆呢 那你背着吧 他说咱们来合唱一下我的首歌across 你会唱吗 你不会唱 我知道 那那那我唱你你唱across 就行 来吧三二一 啊 啊 across the sky 你不会唱 不会唱 你唱的是英语across across the sky 刺破黑暗的一脉 有莫来一片未来 对不起 好吧 你走吧 对不起 半小时连说都没话 早知道我就让左叶过来了 左叶故意这首歌背下来了 哎 这这这就是我们俄团平常真正的日常就是这样的 其实谁都不理谁的 我最爱用我自己的表情包 好玩的 沙雕我我都会存很多 那那但是存最多的就是文浩莲吧 要看到沙雕自己了 seguinte 那一看 嗯 啊 嗯 大部分我我我 我都存过 哈哈 什麽 我都做完了 你现在拿道具出来 请走不 还有一个鞋饭 是这样的吧 走下这个 酷酷你看 我是如何有这么多阶层的粉丝 很奇怪 我怎么会妈妈粉 我这么成熟的男性 祝妈妈们 新年新气象 万事如意 然后这个 就是身体健康 保重健康 对 祝女儿粉们要 学业有成 愉悦龙们 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 对 祝大家 新年还是最重要的是新气象 一年比一年好 然后身体健康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大家好 我是韩文博 今天来愉见大牌 我在说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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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